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全球新闻联报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且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节目发布 您便能在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 今天的全球新闻联报 哈萨克斯坦外交部表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44号 造访哈萨克斯坦 并且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 如果消息属实的话 这将是习近平从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首次出国访问 根据都头社消息 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发言人 司马迪亚罗夫在简报之中表示 新平因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戒夫的邀请 将在9月14号 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并且签署一些双边文件 哈萨克斯坦跟东边邻国中国关系紧密 不仅提供矿物、金属跟能源给中国 并且在中国跟欧洲之间转运货物 北京当局目前尚未证实 习近平访问的消息 值得注意的是 这也是习近平从2020年1月之后 首次出国访问 习近平在2020年1月18号出访缅甸之后 五天之后武汉就封城 习近平也开始长达900多天 没有踏出国门的日子 创下20国集团领袖 不出国的最长记录 习近平上一次离开中国大陆 是在今年6月底到香港出席回归庆典 对于习近平一直没有出访的原因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 马川曾对BBC中文表示 疫情之下的健康风险 一定是习近平本人跟中国政府的重要考虑 报道还引述西亚大学政治跟国际关系学系 副教授陈吉的话表示 习近平这么久不出访 是因为几件事情处理的不得人心 包含国际普遍责难 中国掩盖初期的疫情 以及香港镇压行为跟新疆人群议题 另一方面今年上河组织年度峰会 将在9月15号到16号 在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市萨马尔汗来进行 乌兹别克斯坦跟哈萨克斯坦是邻国 华尔街日报先前引述 参与场峰会筹备的消息的是表示 中国政府示意到习近平可能将亲自出席峰会 不过现在计划可能会申变 有上河组织成员官员也表示 习近平市青年会场或是线上与会 目前还无法确定 中国四川省甘孜藏地区 5号中午12点52分 发生规模6.8的强阵 即使北京时间晚间9点 已经造成超过30个人死亡 州级地震应急响应 调整为一级 已经有1000多名无警 投入一线抢救 这起地震阵阳发生在该州的卢定县 震源深度1.6公里 成都重庆等周边城市均感受到震动 地震造成多人伤亡 还在当地带来不同程度的迫害 造动方面 境内国道108省道217 以及多条乡间道路中断 通讯方面 部分赶线以及本地网络受损 基地中断退幅79个 电力方面部分变电阵庭院 四川网友纷纷在社群媒体 分享发生地震时的画面 由于成都目前正值封城 居民大多关在家里 加上时值午饭时刻 由大楼居民拍下正在烹煮的锅具 猛烈摇晃 喷浸出汤汁的情形 另外许多网友纷纷在微博讨论地震 包含现居在陕西省西安 河南省洛阳的网友都表示 对此以强政有感 央视新闻指出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救援受灾群众 解放军跟武警部队配合救灾 根据报道 地震过后 新平高度重视 并且作出重要指示 表示这起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要把抢救生命作为重要任务 全力救援受灾群众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中国国院总理李克强 也作出三观批示 《人民日报》指出 四川省当地已经派出3000名的救援队伍 并且抵达镇中抢救 救援队已经强通一条通道 也派出无人机来侦查 部分房屋受损严重 由于中国各地目前正经历 新冠肺炎疫情 并且坚持以动态清零的方式来应对 官方宣布局部地区痊愈静默 而在四川省成都5号展开第三轮 全市居民的核散检测 多个街道跟小区严格管制出路 在下午网络上就流传出一张 成都市城华区一处 疫情高风险小区物业 在微信群组里面 呼吁居民不要下楼的截图 经过媒体询问表示 该名工作人员证实 他认为地震再严重 也严重不到哪里去 在家里待着是最安全的 而对此又居民表示 他们顾不得封控令紧急撤离 还有人看到邻居一脚 踹开高风险隔离区的铁门 三个月之前 前澳洲总理陆克文 在美国发布他的新书 《可避免的战争》 内容聚焦在美国跟中国之间 矛盾冲突 而近日他在德国 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 躺记到目前中美关系 以及在如今台海局势之下 如何进一步理解 习近平的使命等相关话题 陆克文表示 这几年以来 中美之间冲突越来越严重 这些冲突在未来可能变成 实实在在的军事冲突 他说自己花了40多年时间 来研究中美关系 而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面 中美之间一直存在一些矛盾 不过并没有根本性 绝对危险的矛盾 但是如今 中美之间的冲突 对双方而言 都是战略性的挑战 因此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也越来越大 陆克文认为 中美关系的走向越来越糟糕 原因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中美之间相对位置 在发生变化 从中国最喜欢谈到的综合国力来看 包含军事 经济 科技等标准 中国是越来越强 而美国正在走下坡 第二是习近平领导风格 是直接跟强硬的 这跟邓小平曾经提倡过的 韬光养晦 绝不当头是完全不同的 而第三个因素 就是美国态度的变化 在前总统川普开始执政之后 美国提出新的国家安全战略 推崇的也是战略性的竞争 陆克文表示 目前全球面临到的就是中美之间全面竞争的时代 而想在这个时代全身而退 就必须有战略性的框架来协调 以减少战争发生的可能性 陆克文坦言自己是邓小平的信徒 而面对中美关系 就要了解中美关系的五个红线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台湾跟一个中国原则 第二是南海 第三是东海以及钓鱼岛 第四是朝鲜半岛以及核武 第五则是网络安全以及駭客攻击 陆克文也对目前台海局势做出重要分析 他认为台湾在很大程度上面 忽视了发展自身的防御能力 他们没有大幅增加国防军事开支 加上美国连续好几个国会代表访问台湾 台湾会错误的解读美国方面的讯息 也就是认为美国在任何情形之下 都会防卫台湾 但是这样错误的解读可能会付出巨大代价 因为美国最终是无法完全兑现承诺的 当然陆克文并不认为 攻打台湾对中国而言是很容易的 因为目前双边都是谨慎 也恰恰是因为战争对双方都代价巨大 他觉得中国目前对于发动战争 其实不感兴趣 至少在最近十年之内 中国在财务跟经济上 还没有做好攻台的准备 陆克文指出对于台湾而言 目前也只有维持现况 才可以让台湾得到保护 同时也让台湾有机会 可以发展国防能力 因为台湾在这方面 并没有及时做出足够的努力 他认为美国策略性的模糊 也许并不是最完美的解决方案 但是比在当下 与中国正面发生冲突的风险 要少得许多 陆克文在新书之中 重点研究习近平最重要的十个使命 其重要性是从中心向外部 依次递减 他将其形象的比喻 比喻为十个套娃 而在十个使命之中 他认为习近平最重要的核心 就是保证中国共产党永久统治权 同时习近平也是共产党 至高无上的领导者 其次就是要保证中国的团结一致 这也是为什么台湾问题 对于中国是不可跨越的红线 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面 塑造中国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至于习近平第三的重要使命 就是保证经济发展 而在当下防疫为重 中国经济发展陷入重围的情形之下 更要发展经济关系 在习近平战略之中的地位 他认为习近平跟邓小平 对于经济发展的侧重点是完全不同的 但小平时代目的是经济快速增长 改善跟解决贫困的问题 这也是中共三中全会跟十二大以来的战略 不过在习近平上任的十九大之后 中国经济政策有了变化 习近平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 造成社会的不平等 所以习近平又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 因此党开始直接参与市场经济 增加国营企业的分量 甚至直接控制私人企业的活动 包含科技平台 房地产经济 金融市场的活动 不过这个结果也就是降低私企业的商业信心 当然会直接影响到公司投资的行为 这也造成中国经济发展逐渐讲文 联想创始人柳传志 2021年爆出亿元退休金 歧视国有资产股权等争议 今年四月更是清空微薄畅号 不过在今年九月 中国各级学校开学第一天 却民众发现小学教材里面 竟然出现受识的柳传志的课文 遭到网友痛批 脸都不要了 综合媒体报导 根据网友PO出的画面之中可以看见 福建省中小学诚信教育之中第一课 便是首识的柳传志 内容写到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 是一位非常首识的人 参加活动几乎没有迟到过 有一回他在一个领导层会议上迟到七分钟 结果自己罚证了半小时 该配文章还表示 其他企业家不首识不守诚信 中国没有几个企业家可以做到首识的 文章结尾还提倡 小学生们都应该向柳传志学习 做个首识的人 世界瞬间引起网友乐意 很多网友表示 柳传志不适合写进教学课本 还有人质疑 中国五千年历史找不到一个首识的吗 自己罚站半小时这种桥段 你敢信吗 柳传志是因为联想 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逝的问题 备受争议的人物 让他入选小学课本是谁干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 相当话题一度登上微博热搜 不过没多久之后 就已似被限流热度大减 柳传志因为经营联想而荣获许多称号 包含中国经济年度风云人物 全球最具影响的50大商业思想家 中国接触贡献企业家等 2021年在联想巨额亏损情形之下 柳传志依旧拿走超过1亿人民币的退休金 引起投资人不满 而他在任期间 欺世国有资产股权份额的行为 也同样受到调查 亲女儿柳青则是中国网约车平台 滴滴出行的总裁 先前滴滴秘密赴美上市被监管机构调查 柳传志也一起被批判 妇女更是被指控为卖国贼 在滴滴下架风波发生之后的第三个月 联想又因为折戟中国A股科创版的事情 柳传志又再度成为舆论的话题 今年4月 柳传志妇女双双清空微博内容引发猜测 回头细数柳传志这几年的争议 可以清楚看见 他从当年所在教父神坛的位置 一步步下滑到如今 外界评价褒贬不一的企业家 而这背后除了有大环境因素起到一定的作用 比如在中国经济不断放缓的背景之下 民众对于企业家的不满越发提升 而他既是中国企业家标志性的人物 也是舆论场上的争议人物 退休之后柳传志依旧话题不断 英国执政党保守党党魁 宣具结果出炉 外交大臣特拉斯胜出 拿下81326票 击败前财政相苏纳克的6399票 接替因为丑闻传身被迫 请辞的前首相也很信 特拉斯稍晚觐见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接受任命之后 将于明天正式上任 而他也是继铁娘子 才气的夫人梅伊夫人之后 英国史上第三位的女性首相 综合媒体报导 特拉斯现年47岁 2011年当选英国下院议员 曾经在包收党三届首相 卡梅伦、特雷沙梅 以及约翰逊内阁任职 担任过国民教育部长 司法部部长以及国际贸易大臣 现任外交大臣 如今特拉斯已经接替约翰逊 成为包收党的党魁 并且将进而就任英国首相 投票之前 担任外交大臣的他 就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候选人 民调结果显示 他源源领先其竞选对手 前财政部长苏纳克 特拉斯形式跟装扮 都颇有英国第一位女首相 铁娘子 采气的夫人的风气 因此被认为 有志成为铁娘子第二 过去几个礼拜以来 包收党十多万名党员 以邮寄或是网络方式 就约翰逊的继任者进行表决 值得留意的是 特拉斯得票票数为81,326票 比对手苏纳克的 63,399票多出大概2万张 党内得票率为57% 但是这个比例低于约翰逊 在2019年大概66%的得票率 也是近几年保守党党魁选举之中最低的 特拉斯从去年出任外向以来 一直对华强硬政策而出名 泰伍时报此前引述消息人士表示 特拉斯上任之后将首次从官方层面 把中国从系统性的竞争对手 调升为英国国家安全的迫切威胁 也就是跟俄罗斯来相似 这也代表英国中国两国 可能不会再有经济合作伙伴 目前外界关注特拉斯出任首相之后 将在对华政策上面进行核种调整 前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立刻在推特发文 支援特拉斯没有铁娘子的命运 因为现在英国连经济都输给印度 至于克里姆理工发言人被问到 莫斯科是否预期双边关系有所转变时 他表示 我不想说情形可能会变糟 但是我不认为我们可以怀抱任何正面的期待 据了解在过去几个月 莫斯科政府跟特拉斯不断就乌克兰议题 针锋相对 法新社指出特拉斯在外交政策方面强硬的态度 不光是只有盟友 恐怕也是树敌不少 根据特拉斯自己表示 他已经准备好跟欧盟、俄罗斯以及中国进行斗争 同时外界认为特拉斯上任之后 不会有任何的蜜月期 因为英国眼前问题确实不少 包含通货膨胀的问题 乌克兰战争 能源危机 国民健保数量的改革 脱欧疑患等问题 以及接下即将到来的大选 人权观察最新报告举出 中国政府近几年在西藏大规模采集民众的DNA样本 而且采样对象有年轻化的趋势 中国当局把各个城市监控模式拓展至农村 并且派驻公安深入藏人集成社会 根据德国智商报导 人权观察在9月5号发表调查报告 指出中国公安在西藏至少14个地点 采集民众DNA 并且遍布全部7个行政区 中国政府官网上的采购文件也显示 西藏公安厅早在2019年7月 已经就DNA数据库的建设进行公开招标 预计有预算有1000万人民币 同年11月 西藏林芝市公安局也发出类似项目的采购公告 根据目前已经公开的官方资料 西藏昌都从2019年5月开始进行为期一年的采集行动 建立包含指纹等DNA样本的资料库 中国当局动员3700多名的公安 最错收集到起码52万多人的样本 占据室内人口的69% 公安对比DNA资料之后 拘捕26名逃犯 声称是要扫荡帮派以及打击乱象 采集DNA对象也有年轻化的趋势 青海省藏区公安局2020年12月公告 要向所有5岁以上的男性采集DNA 而拉萨市公安今年4月也公布展开DNA协议样本采集工作 对象竟然包含到幼儿园的学童在内的民众 人权观察检视多个官方工作报告 都没有提及到采集DNA之前曾经征询小孩家长的意见 西藏更行政区对居民的解采是 采集DNA是为了协助公安机关抓捕逃犯 提高查核效率 为公安机关破案提供证据 有效打击违法犯罪分子 人权观察一处外泄的资料指出 警方不必掌握可靠犯罪证据 就可以强制要求居民提供DNA 包含占助居民 证实没有证据显示居民可以拒绝提供写议样本 人权观察数年之前就曾经披露过中国官方的文件 证实中国当局以全民健康体检为名 在新疆收集了12到65岁居民的DNA样本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在2020年发表过一份报告指出 中国其他省市DNA采集计划 主要针对外来移民 出予人口 嫌犯 以及被国安部门列为重点人员的人群 估计被收集DNA的男性 占据各省市人口的8.1%到26.4%之间 人权观察 观察到中国政府采集DNA数据的行动是以全民为对象 部分涉及到查案与否 也没有征求民众同意或是说明样本的用途 他们认为强迫护是无合理依据的情形之下 收集协议样本是侵犯人权跟隐私的行为 而西藏跟新疆采集DNA行动规模远远超过其他省市 反映出中国当局认为有迫切需要 进行一步加强对当地民众的监控 并且延伸到基层跟所有个体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访问台湾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 他近日表示台湾人从前总统蒋介石政府首例 争取到民主得来不易 希望台湾人不要接受一国两制 为了将持续促进拜登政府 将台湾拿入印太经济架构 有分析指出美中战略对抗已经不可能回头 不过在两强博弈之中 从近期的三份文件来看 台湾的处境已经更加严峻 综合媒体报道 佩洛西表示他访台之旅 有25位来自共和党籍成员 跨党派支持他的决定 他强调国会议员所做的决定 不会被中国所恫恶 他认为民主国家以及美国共同兼并肩 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而此趟亚洲之行也是表达美国赞赏这些国家的立场 同时让他们知道美国是跟他们站在同一边的 共同对抗任何中国可能的侵略 佩洛西指出本次亚洲形成的一个关键就是贸易 美国期盼可以跟享有共同价值的盟友 建立起更加强大的贸易关系 以确保供应链的稳定 他认为台湾是美国主要贸易伙伴 除了重要的半导体产业之外 台湾更是美国农产品的第六大进口国 此行最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促进拜登政府 跟亚洲盟友的印太经济框架合作 期盼可以纳入台湾 而针对近期台海局势 前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黄青显表示 美中战略对抗已经不可能回头 但是在两强博弈之中 从心经的三分稳定来看 台湾的处境已经越加远距 8月10号中国国台办发表了 台湾问题跟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 确立了对台政策立场跟走向 强调一中原则反毒促统 8月26号美中签署审计监管合作协议 显示美双方未来还会有枪官角力 但是在对抗之中将会寻求妥协跟合作 直到达到新的平衡 而台湾夹在美中之间势必受到影响 第三是美国参议院即将进入审核程序的 台湾政策法 赋予台湾主要的非北约盟友地位 情投建构台美军事同盟的关系 势必会碰触中国航线 白宫战略沟通协讨官科比日前表示 美国不会容许中国意图改变台海现况 也不会容许中国透过无人机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对此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 布鲁金斯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 客座资深研究员蒲瑞则表示 现在只断言美台新政策可能言之过早 因为还要看台海两岸未来几个月的动向 据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总监克博则表示 美国相关部会目前正在严历一份美台经贸谈判的路线图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